2014年,香港第31届金像奖典礼 刘嘉玲和吴君如作为颁奖人上了台 谁也没想到失控 就在下一秒,吴君如拉过了话筒一顿输出 先是激情表白 我最爱刘德华 大家都知道 全行业都知道 再来疯狂开车 他真的好帅好有能耐 51岁还搞大了老婆的肚子 最后买胎老公陈可欣 他又没心又没力 头发还全拍了 你看刘德华就这么有形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呆滞的观众 一旁的刘嘉玲被惊呆 表情管理失败 刘青云夫妇看起来热闹 陈可欣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以及话题中心 刘德华眉头一皱 却不知该做何回应 谁看了不说一句吴君如牛 然而 这并不是他的首次出击 喜欢刘德华不假 敢调侃他 更真一次 他滔滔不绝 某些女演员和我说了 他们有多爱刘德华 给他机会多分暗示 甚至把房门都给推开了 说完 吴君如看向刘德华 发出灵魂质问 你为什么这么忍得住啊 苍天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 放在今天分分钟 报道热搜第一 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他们而言 恐怕早已见怪不怪 整容搞黄暴情史 比吴君如还敢的 其实大有人在 来先感受下当年的综艺画风 主持人爆出整容项目 嘉宾们挨个上前 拿出整容过的圈内人就问 你刺不刺激吧 所以前方大拨鸣场面来袭 招雪有磨皮 求出真下吧 周星驰双眼皮 吴君如抽脂肪 以及拿亲爹开刀的 谢霆锋 谢贤拉皮笑太笑了 但反正没有人会有意见 因为这是常态 爆料要狠 别人的自己的通通已是同仁 另一头的张卫健 就是为了个你 比我猜游戏疯狂热爱 提子版写张欠 他还算淡定 我女朋友的名字 可这只是个开始 第二个名字是萱萱 他有点捧不住了 呃 以前也是我的女朋友 全场开始哄笑 等到第三个名字 江新燕出现 张卫健已经笑到无法言语 对面都猛了 也是你女朋友啊 节目组的小心思就差打在公屏上了 同样煎熬的还有陈豪戏内 他是大名鼎鼎的剑表达人 别人卖惨 他鼓掌 别人自虐 他地道 可移到戏外 无情的套路将他吞噬 同时和他一起在认命他好喜欢的女人廖碧儿 他的绯闻女友蛇士曼全程陈豪没有一句开口 已经完全暴露 唯一能做的就是瞪大双眼 怀疑人生 当然 这些或许还好 男帅女亮 暧昧绯闻 喜闻乐见 那如果是渣男呢 又是一次游戏环节 有人提问被血藏的理由是几个女星推脱一番 花筒到了曾志伟儿媳手中 然而 平低一声雷 出轨黄宗泽上节目惨得挖坑 是否隐瞒过另一半和异性约会 身为远近闻名的海王 他没有隐瞒暗下市的选项 接着他和曾志伟高手过招 你隐瞒过另一半是因为什么怕麻烦 对 真的就是怕麻烦 那不就更烦吗 所以我很差劲 就发生了之后的事 最终曾志伟用一句话引人遐想 杀死了比赛黄宗泽崩溃 观众鼓掌调侃 目的达到 综艺效果有了 管你是正儿八经恋爱 还是劈腿出轨 只要人在话题就给你引爆 久而久之 明星们自然上道 甚至反客为主 侃侃而谈 兼具评书 没错 我说的就是张果荣先生 陶金莹暗讽书旗 他会对他的身材比你棒了好多哦 金曲奖的秘密被抖住 永远没可能现场才知道 说起前任 更是话匣子大开啊 那会儿就是迎新起了 尺度之大 题材之广 用词精彩 放在今天 观众绝不舍得转台 但光有趣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 有心理化 他们真说 1989年 一档名为今夜不设防的节目开播 主持人有三位 分别是黄瞻 米狂和泰兰 内容也很简单 邀请当红明星聊聊天 谈谈心 从主持人到录制环境 处处透露出不正经 一张沙发 坐着三个闲事 老左手拿香烟 右手端红酒 总是一副醉态 累了摊在沙发上 甚至躺在地上 他们中间坐着当期的节目嘉宾 全是八十年代的顶流 张国荣 王祖贤 林青霞 张曼玉 关之灵 每个人桌前放着各种酒水 之后的采访中 泰兰回忆到 每次嘉宾一来 我们就开酒 先告诉他们 我们这是录个影视节目 哪些你们不喜欢 我们就剪掉 嘉宾听后放下心来端起酒杯 喝完录制 录制前一小时的素材一般不能用 律师还没有进入状态 一小时之后 酒精发挥作用 所有人成微醺壮 主持人敢问 嘉宾敢答 三人的粤语皆不正宗 却说得开 访谈之余喝得东倒西歪 畅聊一整场 带摄像机关闭 主持人问嘉宾要不要给你看 大家还在信头上 总会挥挥手说 哎 看什么看不看了 继续欢酒作乐 没有人把关 那便全数播出爱情欲望八卦 隐私 百无禁忌 节目曾创造出70%的神级收视率 王祖贤说 我很少这么坦白 但是上你们节目 我可以很轻松地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 林七霞说 这里的访谈是我人生中做的最自然的一次 张国荣也说 既然是今夜不设防 那就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上节目那年 王祖贤刚满21岁 意外落选 当年十大亮女还没上场 黄瞻就说 我们要为你深渊才行 魅力有你没份的 蔡兰说 她很美 她的双眼能够杀死人 聊到爱情时 王祖贤眼里散发出的光芒远比事业更亮 黄瞻问 王祖贤 你才21岁 这么年轻 但我觉得你做事情非常有计划 你自己觉得呢 王祖贤掰着手指头打 我 有爱情 有事业 一切又很顺利 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满意的时间 今年我又安排了新的计划 我真的很满足 泰兰追问 所以你喜欢的男人都是自己主动的吗 王祖贤一脸娇羞 男人啊 如果彼此喜欢 心里一定有所感觉 如果我喜欢他开始 我不会说 如果知道他也喜欢我 我就会慢慢主动 那和琪琴的初吻是怎么发生的呢 他很内向 不敢主动 是我先亲他的 后来回忆起这一吻 王祖贤说 突然来了一个你知道的爱情的感觉 那时的王祖贤对着镜头很认真的说道 将来我会过很平凡的日子 一个女孩始终是要结婚的 我觉得女孩始终都是要有个归宿 丁秋霞也上了节目 黄真第一眼看他就有了非分之想 但不敢语句 便在不及文中赞美到此女五年内必红不红 我封笔 刘德华也说 什么叫星光 就是一堆人中你总是最先看到他 这就是星光 他就是有星光的人 罗大又登台 朋克味十足 黑夹克黑墨镜 结果被无情吐槽 你已经很瘦了 再戴墨镜就像是骷髅头的样子 他倒也不生气 缓缓唤下 坦白道 我们艺术家一定要摆出个鬼样子 张万玉回顾了入圈初心 当初回来香港为什么会参加选美 是贪慕虚荣吗 他大笑着回答 是啊 绝对是贪慕虚荣 没有人设 只有坦诚 最真实的他们得以展现 比如爱情观 关之灵被问会不会心甘情愿做他人的情妇 他犹豫了一下 回答道 我什么都试过 有女友 有老婆 没考虑那么多东西 但是会顾虑对方的太太 自己也会好好珍惜那段时光 狠太狠了 可现在不得被唾沫星子淹死啊 无独有偶 恋爱中的钟楚红则被问 如果婚后李先生还看别的女人怎么办 他直接回 我会选那种见过失眠的 不会一见女人就发狂 不会说五官端正就是上品 还有我希望她不是因为我的样子才对我好 理智成熟可见一斑 事实也证明她是对的 当时她的男友是广告人朱家鼎 后来两人步入婚姻 举案其眉 恩恩爱爱 直到死亡 将他们分开 钟楚红利是永不再嫁 只盼他日与丈夫天堂相会 这才是综艺啊 幽默风趣 换来欢声笑语 极为坦诚 展现真实自我 只可惜 满分模板在此 后辈们还能抄错答案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 这些精彩的瞬间 却永远留在了过去 你无法想象现在的偶像有多拘谨 虽红雷为孙亚轩要想恋爱了怎么办 对方瞬间惶恐 不敢多说 身边有人帮着解释 他们是偶像 不可以谈恋爱的 你看 情感话题显然成为了洪水猛兽 有人能躲就躲 有人躲不过 只能表忠心 现在恋爱不是找死吗 结果转头就被爆他房 更有甚者 实力演绎什么叫言之无语 毫无内涵 没错 主角就是刘浩存 被问对演员的理解全程磕磕巴巴 一副背了 但又没完全背的模样 谦虚至极 作作至极 察觉暴露 第一反应是这会播出吗 更别说现在综艺的各种无聊明星被捧上了 天 没梗没话题都没关系 后期大字报大写夹粗 再配上罐头 笑声再不好笑 也是名场面 这样的节目谁想看 谁又愿意买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今日局面自然由来已久 那鱼的市场太大了 强占先机者吃满红利 所以选秀大热 资本疯狂加码 大批小年轻涌入娱乐圈 被力捧 被抢救 可他们到底稚嫩 没有经验 没有磨练自己 造梗 不可能前辈抛梗接不住 唯一的亮点只有青春美貌 当内涵缺失 人设打造就成了洁净 吃货学霸傻白甜 哪个洗粉用哪个 久而久之 精致的外壳成为约束 撇开人设 只剩空空如也的内在 无脑拥护的粉丝 也加了把火哥哥下水 心疼哥哥被乱问愤怒 如果被问敏感话题 那不好意思网报 准备恋爱整容出轨 统统成为晋级话题 不得上台面 这就是真实的舆论环境 更是激情的市场选择 相比之下 谁不怀念从前呢 上到天王天后 下到各路新人 各个都没有架子 拿得起放得下 朝自己逗他人 妙语连珠 能说会到 远古画质又如何 没有特效又如何 他们真实有温度 魅力四射 是全活人